为了舒缓线带人紧张的生活步调 成功证农会特地辅导在地的美山社区七平方圆驿站 推出多肉植物疗愈组合 参加台东县农会所办理的创新绿色永续农业体验开发竞赛 要带领民众透过亲手制作多肉的盆栽过程中 了解多肉植物的生长特性并藉由组装的过程 放慢生活步调达到疗愈身心的过程 华山基金会泰玛丽爱心天使站 办理圆梦演唱会与感恩茶会 除了有好听的歌声 也特别在活动现场安排意见与护甲服务 张志们都相当喜欢 很好 有没有很舒服 很清爽 舒服 平常要剪头发都要去哪里 在哪里 我本来要去在玛丽亚早上 以后这边没有去 现场帮忙益检与护甲的工作人员 他们都是自愿协助的志工 还有一位从事美容美髮业好几十年的业者 在花冬益检服务已有二十多年之久 这次特别远从花莲前来 用行动力挺公益活动 做公园很快乐 我做美髮 二十年 对 叫我一个第一 对 帮助很多次 志工们爱心不落人后 将自己的专长与事业 投入在有需要帮助的对象 尽棉薄之力 让受住者感到开心之外 自己也能获得满满能量 就讲解太马前报道 对 帮助很多次